欢迎回来 其实画面的另外一边 一样韩国瑜持续在发红包 好厉害 他已经发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吧 他今天准备的好像蛮多的 而且我们刚刚有特别聊天 到了年初12 还有政治人物发红包 就只有韩国瑜 重点是政治人物发红包 人还这么多的 真的只有韩国瑜了 韩国瑜其实在过年期间 还有选前说要做 好多好多事情 但是都被民进党的人酸 我们先来看什么 这个是灯会的部分 灯会现在还在举办 在佛光山的灯区的时候 这谁啊 段一康 就说这个莲花灯有多功能 市民万一有白喜事 可以办这种联合的 这不好讲 因为在大过年了 讲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很诅咒人 另外还有呢 之前的时候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 不是要推医疗观光吗 就有人说你怎么把医疗 好像在论钱 好像很俗气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昨天 任达华的确就来了 为了这个医院关怀弱势儿童之外 而且也为今年的医疗观光元年 来注入新的元气 而且未来是不是可以说 高阶的健检 搭配了养生行程 观光景点等等推出套装的行程 这样到底哪里有不好啊 是 其实年初二在发红包 这真的是史上第一人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来宾 年初十二 年初十二 对 你看在座来宾可能大家又有资深的前辈 回想一下 以前的政治人物从这个开始发红包到现在 有啦 年初三年初四那时候 走出的时候有发红包啦 那年初五年初六开工了之后 就是开工大级嘛 好像就没有人在发红包 但是没想到到现在年初十二 当然我们传统上来讲是元宵 过完之前才算是过完年嘛 可是呢 到年初十二还发红包 而且还排那么长队 而且还井然有序 大家就是看着韩国瑜市长 双手奉上这红包 我真的觉得说 哇 这真的是史上第一人啊 那我也分享一下 我不是之前过年前有做这个韩国瑜的春联吗 对不对 我昨天确实千真万确的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办公室旁边的邻居啊 他遇到我 刚好我们我要出去赶行程 然后他出来遇到我 他就问我说还也没有春联 我就说抱歉 过年前真的就已经说去一空 他就问了我一句 让我提消这一杯 我答应也不是 不答应也不是 他说那这样子你办公室挂的那一个贴了 你也过完年了 可不可以私下来换他挂一下 你要我怎么答应呢 好像是要把这个选民服务要做到位 就是我要私下来给他 这样也怪怪的 所以说当然到时候没有答应 因为觉得是说 自己好像已经用过的东西没有 可是真的这就是一个指标 那我也要呼应跟回应一下 你说这个观光代言人 刚刚不是我们节目有讲到说 不管是白冰冰啊 黑冰冰黄冰冰 只要能够代言就是好冰冰 对不对 另外其实民进党一直在栓这件事情 他们就完全错过一个形式 观光是什么 观光就是什么人来都好嘛 我们有各个族群嘛 学生族群 小资族 上班族 贵妇 什么来都好 所以韩国瑜他其实打了一个口号叫做 每个月都有观光代言人 这不是很棒吗 我们有白冰冰 我们有冰冰姐 我们有这个众议大哥 我们有现在 昨天传出的任达华 甚至之后有可能会有国际巨星 每一个族群都照顾到了 那你不就是一年世纪 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都有人朝进来吗 最怕什么 最怕是自己政治意识形态 你自己绑手绑脚的 这也败 那也败 大家都败 那你不就是把自己限说了吗 所以韩国瑜的高雄市 我给他一个比喻 他很像是什么 他很像是什么都有卖 完全吃到饱的buffet 但是这个buffet呢 是从低阶的 中阶的 高阶的 应有尽有 所以你今天老少嫌疑 全家都可以出动 最像是我们全家要出去聚餐 或是说要去吃饭的时候 选buffet最好 因为妈妈爱吃这个 有这个东西 爸爸爱吃这个 有这个东西 小朋友爱吃冰淇淋 有这个好的 这个什么 哈什么丝的这个冰淇淋 人人都可以吃得饱 穿得暖 大家都可以来这个地方玩 所以高雄 在韩国瑜的主政下 尤其是观光啊 我真的相信 绝对会让人潮 络绎不绝的持续进来 好年初十二 我们说现在叫十五看花灯嘛 但是其实我真的是 很讶异的一件事情就是 怎么会断一康跳出来 批评人家的花灯 甚至直接说 可以 白喜事都可以 过年讲这个 这政治人物 一点 sense都没有吗 我跟你讲他们现在 就是辅院党 加上这些委员明代 全部联合起来 一直都在拼命的打韩国瑜 但是打这样真的有意义吗 得罪人也没关系 对啊 我跟你讲 而且他流弹 他忘记他自己扫到谁了吗 那是佛光山的 那个不是 你知道德国在佛光山 你得罪多少佛教徒吗 而且我觉得这算很没道理 就是因为佛光山 每年几乎都是连花 对 他根本从来没有变过 你去佛光山 如果去他们试本市的那个法会 你就看他那些也都是连花灯 连花灯很庄严 对啊 连花灯是很庄严的东西啊 而且以前摆在别的地方也没事 你要知道 后来我还有去找 发觉过去啊 过去灯会的时候 台中台南高雄 其实民党执政这些 全部都有用过连花灯会 当时都没有人觉得怎么样 在韩国瑜用就有事 而且更好笑的就是 你知道这个连花灯啊 是10月12号 那个发包了 所以那是许立民的事情 所以你到底在拴什么 对啊 你们到底要在拴什么 实在搞不太懂 你知道 所以这样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老实讲 他们现在就是看到韩国瑜 一直往生 伸四一直往上伸 其实他们 心惊惊惊惊 你知道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想尽办 想要各种方式去打压他 可是他忘记一点 你越是这样打压 其实他网络声量会越高 他们都 我觉得民党的脑袋怪怪 你知道 因为网络声量不管是好事坏事 只要有人谈论到他 他点击率就会高 声浪就会高 所以你每天是在 是你们自己主动在帮韩国瑜制造话题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民党现在最不需要让韩国瑜出来选总统 可是问题是呢 你现在一直这样做 你等于是在拱他出来选总统 因为你让他整个人的声量全部都起来 其实老实说 真的我们没有看到过一个政治人物 台湾的政治人物 你看以前柯文哲旋风的时候 当时大家就已经觉得很扯了 因为那个整个崇拜到一个不行 可是也没有像韩国瑜 真是忘成这个样子 你看到现在 一路这样子 每天几乎都是一大堆人都在谈论韩国瑜 然后现在 你看韩国瑜之前在发红包的时候 人家是选总统选总统 现在人家已经不是这样讲 人家直接讲总统好 你不用选了 你已经弄算了 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已经变成进阶版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看在民进党的眼中 他们真的会怕 但是我说真的 民进党真的不要怕 因为你怕也没有用 这是结论 真的这是结论 因为很简单嘛 这个不是你党得住的东西嘛 这个东西 我要民进党要做只有一个办法 你想办法做得比韩国瑜更好 不就结了吗 不就是这么简单的 这个事情 当然我知道这说起来很简单 你们是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事 对 因为蔡英文现在要 要其实很明确的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你真的要带我们往哪一个方向去 可是他始终讲不出来 然后他只会在理由上讲说 他们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 我们就是要勇敢的走下去 问题是去年的选举 大家就已经告诉你 你就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嘛 如果你走在正确的道路 去年选举怎么会选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 你明明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 你还一意的执迷不悟 然后继续往错误的道路走 一路准备走到地狱去 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你走 我们脑袋要没有坏掉 对不对 所以大家想要往正确的道路走嘛 所以蔡英文现在要挽救整个形势 老实际上我觉得民进党要看长远 2020你总统就算丢掉 你党至少还要存在吧 你们是不是至少为你其他的公职的人想一想 所以你现在不管能不能救 你都要亡羊补牢游位完颜 你还是要往正确的方向去做 你还是要想办法去照顾台湾的民生机器 这才是你真正去该做的事 去酸别人到最后 只会证明你自己是个大傻瓜 怎么说证明自己大傻瓜呢 因为呢之前韩国瑜说要做好多的事情 结果民进党呢就酸他 但是韩国瑜一一的兑现 怎么说呢来看到之前不是说选举的时候 他特别讲到说要医疗观光 现在呢真的也是推出来医疗观光了 另外呢爱情产业链是不是 韩国瑜2月13号的时候 还特别搭直升机去视察爱河 要来看爱情摩天轮 要找六个定点 要来看看你看亲力亲为自己搭直升机 看看呢这个爱情产业链当中的直升机 这个摩天轮可以在哪个地方 我们来问问看子泽你怎么看 其实韩国瑜这样亲力亲为 然后去找这个点 他真的把他的选前的承诺都兑现了 没有错啊你看不管是选前或选后 民进党都在眼睛在蜜蜜蜜蜜垮 就看他到底什么时候实践证件 而且呢就希望说他达不到做不到 然后想要给他批 韩国瑜有这么笨吗 我说真的韩国瑜现在上任 才去年11月29 才不到两三个月而已 对啊他眼睛去看好那个什么 爱情摩天轮的那场 他不是说有六个可能的地点吗 对不对 然后包含这个高雄五千个这个什么天坑 他也找那个李四川要好好的整治 好好的把陆瓶铺好等等 包含医疗产业观光医疗 现在找大咖任达华 任达华是我小时候的偶像耶 你小时候 你确定 你小来 现在是不要装小啊 现在是过年大家要讲好话 生为政治的偶像 小时候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就是韩国瑜他的施政是有步骤 有方法的 他有攻有守 对不对 比如说他这个对蔡英文他也批号 你九二共识不要呢 要带去哪里呢 要把中华民国带去哪里 你看 对啊也有守 何为守 就是他把这个政界一一落实 对不对 坦白讲虽然现在才是起一个头 可是他现在上任才没几个月嘛 他总是要有一些时间 来完成过 优先顺序啊 对 但是至少他一步一步的 按照他的时程规划再走嘛 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可是呢即便他这么做 民进党会放过他吗 不会的 比如说 那宜康这个见嘴 我说过年 我说那个 这个很健康的嘴 太硬了 我说他昨天的被那个螃蟹夹到手 这代表是 怎么了 我们不知道 是有营果关系吗 不是啦 我是说 事实上段银康委员 他讲这个话 你说会不会很惊讶 其实也不会嘛 大家记得 他一直是国民民进党最大的炮手嘛 对不对 什么事都要批嘛 批到去年2018年 把民进党地方的这些政权 对不对 都批掉了 对不对 都输光了 大家记得吗 沈年静的时候 段银康怎么讲 对于那些抗议者说什么 你喊的越大声 砍的越多 大家记得吗 对不对 那时候花莲市长补选的时候 国民党 民进党输了 国民党赢了 他说什么 无法假装不鄙视花莲市民 人家用民主选票 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了 结果他说要去鄙视花莲市民 对不对 包含韩国瑜也被他打出来了 大家记得韩国瑜在做这个 这个什么 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他就硬要说他是菜丛 结果就把那个韩国瑜的身子 整个吵起来了 都是你的杰作啊 段伟员 那所以说你现在继续不放过他 包含这个这个什么 爱河河畔的 所谓的这个莲花灯的灯座 事实上礼拜四的时候 我有去看啊 现场看了 我没有任何觉得说 这是在办商事啊 还是什么 任何负面的 我只能说啦 你心里有什么 你看出来就会有什么 所以我不晓得他心里到底有什么 所以看出来让人家觉得说 这些这个莲花灯的灯座是什么 什么是可以办联合店里 所以我说真的是够了啦 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 在去年的选举得到教训 要继续的去酸韩国瑜 你们酸韩国瑜如果对你们有加分 那还有点道理嘛 坦白讲我们都是在政治这个领域工作的 你总是要对自己不能损人又不利己嘛 所以你做这个事情帮自己扣分 为什么要继续去唱衰呢 而且你发现这样对于韩国瑜的猛攻猛批 是有系统的从蔡英文从斗到断移康委员 国务院党都是 对所有都是 所以我只能说啦 我只能说民进党真的病了 他得了一个什么病叫做恐寒症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恐寒症 这个病要怎么治愈呢 也许等到韩国瑜当了大卫之后 写上大卫之后病就会吵了吧 他就会醒了 没有啦我们呢其实还是不鼓励骂别人 但是网友一面倒的时候指着骂的好 好 说好话不过呢要带 等一下大家来看这个现场 高雄林雅那边 刚刚红包好像已经先发完了结束了 现在韩国瑜要离开 但刚刚呢其实也有很多人看到 因为我们持续画面都挂在我们的右手边嘛 韩国瑜好像今天身体 身体不是太舒服 平平的回过头 好像是咳嗽 还喝水 因为转回来的时候鼻子红红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市长的身体 为样还没有好 感冒还没好 还是太操劳了 希望好好保养一下他的身体啦 虽然练了龟席大法 但是呢回来还是要省着点用 不要太操劳了真的是 嗯来看看这个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准备要离开了啦 然后呢还是很多民众呢 促勇之下 可以看得出来人气真的非常的高涨 那他待会会不会说什么话呢 我们会随时带你一起来看看最新的状况 嗯 不过呢 回到我们这边来 我跟你讲 刚刚大家一直在讲说 韩国瑜啊 基本上现在声势不醉 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最 直接的讲出说韩国瑜的声势不醉吗 就网路上头持续会有人帮他批图 然后你看看这个 南台湾狠角色 大家可以自己帮他做成一个 做成一个海报你知道吗 然后就好帅的韩国有没有戴个墨镜 然后呢任达华 然后高雄市议长 然后谢龙杰就说这几个就是台湾狠角色 其实昨天任达华才出来代言 你看今天马上在网络上头就有效应出现 对啊你知道而且任达华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有经济业在身 所以他说不能当代言人 OK 可是他不是代言人 OK 然后他到了某一个医院去 那边有说生病的小朋友 他看到小朋友自己准备好多那六百块的红包 就去发耶 他不但不拿钱还发 因为任达华跟高雄的院员很深 他每三个月都要到高雄来看一下 这个身体顺便来玩一玩干嘛 所以我觉得他很讲义气 你知道韩国瑜他认为因为我讲过了 现在这个高雄的资源其实不够多 因为他要付这庞大的负债之外 他本身的所谓这个总预算今年已经排定了 所以他现在就现有的资源在发展 所以我现有什么资源 有我的摊放有的观光区有的医疗 所以他发展各个领域 全家人到了高雄都有事情做 妈妈要去做这个医美医疗 然后爸爸去可能去比较这个有艺术气质的 然后小朋友去那个可以玩的地方 到处都有可以去 这是韩国瑜本身有一个想法在那边 他不只是一个点而已 可是我跟你讲啦 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 所以韩国瑜就变成民营党不是假想敌 叫他直接的最大仇人 段一康是什么角色 他是民营党新潮流的扛霸子 躲在民营党部分区两届 所以他围的工作是什么 他不用选举啊 就一直讲的有的没有的 刚刚这个孟凯已经讲很多了 他反正你知道吗 他现在要做什么事 他反正第二届了 他不会再被提名了 然后如果民营党再能够 下一届还继续能够有政权的话 他会弄个大观作 他现在在拍马屁啊 就开始在那边乱骂一通 然后讲了一些有的没有的 这就是段一康 我跟你讲民营党的下势 对于韩国瑜很多啊 大家一起开炮 反正乱炮攻击 我最后要讲你知道吗 民营党现在状况 就好像二次大战快结束 二次大战快结束你叫日本啊 日本有两种做法 在空军叫做神风特攻队 在陆军叫什么 叫做万岁charge 就是反正然后往前冲 然后全部被打死在沙滩上 就是我觉得民营党就在做这种事啊 不能赢了对不对 想办法赢 死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无所谓啊 这就是民营党做的事 一个叫神风特攻队 一个叫万岁冲击 反正冲死在沙滩上 如果说没死就是我的 我觉得民营党现在无所不用其情 是要对付韩国瑜 不过呢 真的是用生命在工作的 我觉得是我们的韩国瑜市长啊 马上来看一下高雄里亚区 这边的最新状况啊 因为韩国瑜直接走进市场里头 跟大家拜年了 我来看一下这一情形 好 好 好 新年快乐 不用啦 哇 新年快乐 加油 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好 谢谢 谢谢 不用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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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 我这边 谢谢 谢谢 新年快乐 好 好 来 来 来 往前 来 往前 我手要断了 不要拉 不要拉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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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来 谢谢 好 来 我到前面 好 好 小心 各位在前面 大家好 新年快乐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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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谢谢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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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董給我的支援頭 我跟你講,我們會拿 Sí,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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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新年快樂 希望市長來以後這邊又老的公盾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大成長老很久了 新年快樂 現在快要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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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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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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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就是一直Hold著 交打給你 兩人 有朋友 有朋友 看到其實韓國瑜來到這個關地廟這邊 還很特別去看夜市攤販 要跟樹民站在一起 這是滿難得的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一走進去之後 有沒有 旁邊的那個義勇軍 根本就攔不住 因為所有人都往前衝 然後我們剛剛觀察到一個狀況 真的 大家現在沒有人在喊選總統 大家直接喊 總統好 大家怎麼自動都會換話 我最近在 因為最近在元宵嘛 我都沒給你跑 總是一定會遇到有人 就偷偷把我拉在旁邊 上臉第一句話就是 韓國瑜有沒有可能出來選 就會這樣說 然後下臉可能就是 你們那個誰誰誰 不要再出來了 然後我就旁邊就 你也知道我也是 吱吱韓國瑜 他說跟他講跟他講 你去高雄 我最近常看到你去高雄 然後就不然就是 在下一個行程 就有婆婆媽一看到我 啊你變胖了 你最近在高雄吃太多了 我說你怎麼知道 我們都有看電視啊 然後接著就問我說 那個什麼什麼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那個什麼什麼 是不是這麼好玩 我覺得韓國瑜他完全成功的行銷了高雄的觀光 當然我們本節目也鞠躬絕尾 因為我以前當過觀傳局的主秘 所以我知道觀光要行銷 第一個就是特色特色特色 話題我們看韓國瑜他這一波把高雄的觀光整個帶起來 沒有帶什麼溫資館 也不用什麼大建設 他不斷在推出一些創新的東西 然後大家就因為好奇 想去看看想去體驗 當然我聽到很多是告訴我說他沒有去支持韓國瑜啦 我這次去到高雄去的時候 真的遇到很多人跑來跟我講說 你也在這裡喔 我就說我也是台北來的 然後又遇到有人在跟我 就跑過來跟我講說你這東西很好吃啊 我想說你不是高雄人嗎 我說你不知道你沒有吃過 他說沒有我是台中來的 所以接下來的高雄真的是百年來 我想從來沒有這麼耀眼過 從來沒有這麼受注目過 我覺得高雄市民我有這幾次去啊 遇到很多攤販喔 那個真的是喔 笑的都有驕傲 笑的都很尊嚴 就是我們高雄現在很勤 然後每一個攤販老闆都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我這有多好吃 多好吃 我這個特色是什麼是什麼 然後就會有一些觀光客就開始微過來聽 我覺得這蓬勃朝氣的高雄 從韓國瑜上任到現在 其實才兩個月而已 可是高雄有沒有改變 就看人 就看高雄裡面的人 高雄人 現在高雄不只高雄人 有台北人 有台中人 有苗栗人 有新竹人 你看短短的一個過年 幾天呢 130萬人 我們當年台北市辦花博 我們很驕傲 六個月湧進800萬人次 但那是六個月 現在高雄是半個月 130萬人次 裡面有多少人是衝著韓國瑜 衝著韓國瑜的亮點去的 所以我覺得大成功 好啦 回來看看 韓國瑜到底它的亮點 大家為什麼那麼喜歡看它 現在我們來聽聽它講話 看看呢 在高雄琳亞這個現場 它剛剛其實在走夜市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人不知道有沒有觀察到 它有一些小動作 譬如說我覺得它今天可能是真的 喉嚨有一點比較不舒服 因為剛剛走出了夜市 當然走夜市的時候 跟大家握手啊 回應民眾的支持 但是一走出來 它有看到那個 隨後馬上就有遞水給它喝 對啦 因為它可能喉嚨 恐怕也是一點啞啞的 或拚拚的 還是希望它保重身體啦 但是你還是看到呢 它其實都是雙手 跟這些攤商們或民眾們 如果說沒辦法握手 就用拱手作衣的方式 跟大家問好啦 而且當它在發紅包的時候 它也是雖然呢 可能是回過頭咳個兩聲 但是馬上回來 堅持要自己把紅包給發完 現在在林雅的現場這邊 還要準備講話了 大聲恭喔 來聽聽正新現場 市長要不要站下來啊 太兩久了 莊喜望主委 台灣這裡 在庚園陳若瑟議員 還有黃少廷議員 還有鴻花三民族來的 黃國林 政安議員 黃國林議員 還有小島前任的蔡總議員 好 來 各位的 五廟的鄉親是大好 各位各位父老兄弟姊妹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怎麼說 這不是瘦雷啊 好像去年的時候 鄉親要來這裡 刮刮車 五十六萬 五十六萬 小島前任的蔡總議員 好 漂亮啊 拜託 昨天好 五十六萬 我們來這裡觀光 拜託 我們五廟的鄉親是大好 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一定要提供高級值的殘備 我們說人家 肚子不會生氣 幾六百萬人來這裡觀光 你一定要都開心 吃得開心 住得開心 玩得開心 我們說人家熱情的 一定要讓我們觀光客 感動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我現在發一下 高雄 你說發大財的 好 來送一下 高雄 發大財 來 這邊有 這邊有 發大財 這邊有 高雄 發大財 高雄 發大財 小姐 小姐 謝謝 加上 加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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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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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剛剛韓國瑜先去的軍地廟 發紅包 然後呢就直接轉進市場裡頭 可想而知今天 絕對是現場人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韓國瑜呢 這個人就是有一個性格 因為他看到人 民眾在等他 他真的抱歉 他就是要過去給人家 阿瑟子一下 他想說不好意思 讓你得久等等久了 而且剛剛也很好玩喔 他拿起大聲功 跟大家講 而且他還說 來 大家來畫一個 高雄畫大財 算一下 現場會炒熱氣氛 還可以當麥手 變叫麥哥之類的 現在好像是在幫現場的民眾 簽名留言 這一簽的可能要很多 要阻止一下 不能簽那麼多 重點是我覺得 那樣簽名掛在攤頭前 絕對 真的 生意兩三倍翻 新的一年都好過 來 我們先進到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看看 他在做什麼 好 剛剛呢 這韓國瑜已經離開了 剛剛林亞高雄這個現場了 要繼續他的下一個行程 還好忙喔 行程滿檔 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還是說啦 韓國瑜呢 基本上從年前發紅包發到年後 他說過年的時候 就是要說好話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開心 讓大家紛紛喜氣 然後沾沾喜氣這樣 但是最近有一個人 死巴著他不放 是誰 柯文哲 他之前不是算他 什麼攤販經濟 台北不要搞這個 結果昨天的時候 他又順讚他 比較溫暖 說他自己是什麼 雍正 他說我是雍正 因為是酷吏型的 韓國瑜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我是偉小寶 比較威脅幽默一點點 但是這個雍正的東西 今天又引發話題 這是高雄永安宮 他們要送給韓國瑜 這是王爺指示 要送給韓國瑜的一對對聯 但是對聯 竟然就是雍正 所以是不是暗喻說 他其實才有黃子命呢 一起來看看這則報導 拆開這幅表框好的對聯 上頭寫道 為以一人治天下 豈為天下奉一人 這是高雄永安天文宮 神明指示 要送給韓國瑜的對聯 從來沒有看過我們 王爺公用他的權選 來勉勵政治官員 以前都是用天文宮的名義 來提字 這個是第一次 更巧合的是這幅對聯 就是清朝時期 雍正皇帝在養心殿 新暖閣寫的對聯 就是這句 唯以一人治天下 豈為天下奉一人 意思是 皇帝一個人 是來治理天下百姓 豈是為了要天下百姓 來伺奉皇帝一個人 體現雍正 情真愛民的聖訓 現在天文宮神明 也提了這幅對聯 勉勵韓國瑜 南部城市在指示 他要當總統嗎 我們南部 尤其是我們高雄人 應該大家都很豪邁 而且我覺得我們南部家 一定會有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一個部分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廟方話中有話 似乎在暗示 韓國瑜選總統 高雄人會體諒 不過其實天文宮之前 就曾表示 去年3月 許甫千歲王爺 就指示要韓國瑜到廟裡參拜 預言他會當選高雄市長 3月4號 韓國瑜在天地仁和和莫堡上落款 4月18日 廟方在送上運籌帷幄 沒有明講說篤定當選 但是就跟我們暗示說 11月24號翻轉高雄 高雄人有福氣 你們可以開香檳 從預言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 到現在送上軍王 要體恤天下百姓的對聯 雖然沒有明示韓國瑜 將更上一層樓 但題字的內容已經不言而喻 記得今天這一副對聯出來的時候 所有的人覺得說 有話題現在是什麼 是因為在去年3月 剛剛新聞裡面已經講了 永安天文公曾經就預言說 韓國瑜一定會抓 還說可以開香檳的 對 所以現在在出現這副對聯之後 大家就會問了 誰才是真正的有雍正這種 皇子命格的人呢 王爺到底又在暗示什麼了 是 我先講 永安公感覺真的 這個王爺非常的 Fashion 很石頭 都知道說 現在請恭喜 要開香檳 而且去年3月 如果說對比 去年3月的時候 韓國瑜都還沒有得到提名權 還沒有 他是520的時候才被提名 就是初選通過 不過這半年 過去這一年 我們再回頭看來 真的是高雄人的福氣 真的是這個王爺 有指示 有保佑 來 讓大家真的高雄發大財 我們看一下其實 先講說韓國瑜 他現在的舉手投足 都是話題 然後他剛剛我們看市場 他在這個掃街的時候 網友馬上就講說 市場貪食蛇又要出現了 有沒有 一個人一個人進來 然後就整個慢 弱役不絕 而且拿著大聲工 不是用現場的喇叭 那代表是說真的是臨時起義 代表公韓國瑜這人真的是 隨心所欲 而且真的是跟民眾站在一起 還有說那個 來 喊一下高雄發大財 來鬆一下 真的聽到 氣氛很陽 你知道嗎 氣氛真的很好 所以說這個就是南部人的口氣 這才叫接地氣 你說這個對聯 叫做 其為一人治天下 不要天下奉一人 對不對 其實這個比較文言文 講白話一點 總統是人民的老闆 不是說要選你來做官的 不是說你高高在上 而是希望你真的 當上一個權利者的時候 你有權利 你有義務 你有責任 你要來照顧全天下的百姓 對 也因此這個對聯 與其說他是一個預言 更說是他是一個期許 你現在是高雄市長 你要做好為高雄市民服務打拚 如果將來有一天 你有更大的機會往上發展 只要天下在你手上 只要你權利在你手上 你都一定要以天下為己任 一定要服務全天下的百姓 莫忘初衷 最後我再講一個 雍正絕對不是自己講 有沒有 這個皇帝太子 有一句書語講得好 穿上龍袍 你就以為你是太子了嗎 如果說你是一個對不對 這個做也做不像 對 你就是一個草包 你就是一個這個 我說得粗小的 你就是一個狗 狗一樣的圍 真的你穿上龍袍 過年說好 不是 我想說 穿上龍袍真的也不像太子 也因此真的不要自以為說 你這樣子講比喻自己怎麼樣 你就以為說你真的天下就有在握 真的 天下真的是有得者 有為者 有能者居之 而韓國瑜市長他未來的發展 我想如果說他有辦法 讓高雄發大財 三個月的時間 130萬人已經高雄發大財了 新北想不想發大財 台北想不想發大財 全台灣人想不想發大財 我們就期待吧 不過其實今天這個籤詩 拼出來之後 不是籤詩 王爺要送給韓國瑜的 出現之後 所有的人就像剛剛佳燕講的 他為之經驗的是什麼 是前一天 真的就是前一天你知道嗎 就是講雍正 對 這個我們台北市長柯文哲 自己突然跳出來說 我是韓國瑜比較溫暖一點 工作比較像雍正 比較冷酷 酷粒型的這種工作者 這種政治人物工作者 對 他講的時候是因為 他要先說韓國瑜溫暖 所以他就說我比較像雍正 怎麼這麼剛好 就在這個出現的前一天 他自己說我比較像雍正 韓國瑜這個是天一天命 不是他安排的 柯文哲這個就是自我 往臉上貼金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其實柯文哲講自己是雍正 已經講了四五年了 他一上任的時候 就說他自己是雍正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在內部會議開會的時候 他會講正義已決 就是那個正 古代皇帝不是自稱 真的把自己當皇帝了 真的 他這個企圖心其實 從他選台北市長第一天 就是第一任開始 大概目標就在那個大位 所以他搞不清楚 台北市長其實充其量 就是個巡撫而已 絕對跟雍正扯不上關係 還差得很遠 但是柯文哲人家趙匡應 大家都還記得 趙匡應還是別人 去給他黃袍加深的 柯文哲不是 沒有人給他黃袍加深 他一天到晚就把自己黃袍加深 一天到晚說我就是雍正 可是柯文哲真的像雍正的 其中的一個特質 刻薄寡恩 第一個他講到很刻薄 過年 對不起 對不起 只是讓一點就好 對不起 終於輪到我 所以我是這樣覺得 我是台北市議員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我很久沒有看到柯文哲了 我們剛剛看到 韓國瑜在幹嘛 還在高雄裡面發紅包 可是大家知道柯文哲 昨天人在哪裡 在台中的逢甲夜市 我也不知道 他說他不要高雄的攤販經濟 但為什麼到台中的逢甲夜市去了 我也很希望他留在台北 我也很喜歡他像韓國瑜一樣 時時刻刻都在想台北市的觀光 台北市的一切 大家知不知道台北市去年的觀光人數 創下四年來的新低 我想柯文哲 你要學習韓國瑜 不是學習他溫暖 麻煩學習他為台北市 為城市在拼經濟 拼觀光 前天不是才剛說人家說 那個都攤販經濟 結果他自己逛夜市 但是有講說 你到底有沒有黃地命 可不是你自己說的 要民眾愛戴 你才有可能變成 我們領導台灣未來的方向 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到這個年 看去觀看一下 各個政治人物的動態 在網路上頭的聲量 然後就會發現 有的人是 即便你沒看到他 你心裡還想著他 有的人是你即便天天看到他 但你好像 也不想看到他 不好說 為什麼這樣子講 我跟你講 來看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柯文哲 現在就發現這個年 好像都一直跟著韓國瑜在走 昨天他是來到了台中這邊 逛夜市 然後之前罵 他不是說這個攤販經濟嗎 之前罵人家攤販經濟 結果自己去看夜市 其實有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但是也因為柯文哲 其實說真的 在網路上頭的聲量 其實還是有的 而且被蔡英文視為勁敵 所以現在就有講出來說 最近不是蔡英文 一直猛批韓國瑜嗎 把他設為假想敵之外 是不是有所謂的陰謀論 怎麼說陰謀論 有人就說 如果說蔡英文一直打韓國瑜 第一個什麼 弱化國民黨的太陽們 因為現在都國民黨太陽們 都沒有任何的聲音 跳過國民黨任何這些 可能的未來競爭對手 另外就是壓制柯文哲 你可以看到在兩岸關係上面 現在都是蔡英文PK韓國瑜 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 或柯文哲的說法 是不是通通都被限縮 其實對蔡英文來講 對他來講也不是什麼壞事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剛剛先前已經講過 韓國瑜現在聲量高 反正只要能夠跟他沖在一起 不管你是跟他打架也好 然後互相嘴也好 不管怎麼樣 你只要跟韓國瑜連在一起 你的網路聲量也會跟著變高 這是一定的 然後在與此同時 當你們的網路聲量都變高的時候 當大家都在關注韓國瑜 跟蔡英文的時候 大家就忘記 國民黨那四個太陽 因為老講那四個太陽那個爛戲 我們真的也不太想看 因為每天你嘴 而且講的都是那種成年八股的 什麼換柱的時候怎麼樣 拜託你們就已經輸了一屁股 沒有人關心你們到底 當初發生什麼事好嗎 你們當初就這樣輸掉了 誰在乎你們怎麼輸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對蔡英文來講 他這樣做很好 然後他也可以趁機 把自己的網路聲量也調高 然後他更重要的一個是 他現在在等什麼 在等中國大陸 他要想盡辦法去激怒中國大陸 然後讓中國最好是什麼 你知道 中國大陸跟他又像 之前習近平一樣 習近平又講了一些 什麼一國兩制這些東西 然後蔡英文這時候 又趕快把槍撿到 然後再拿出來 砰砰砰砰 再開槍 然後再跟對方 再叫小一下 這個時候他網路聲量要變高 搞不好還可能會壓過韓國瑜 這是有可能 因為那個時候 他自稱自己撿到槍的時候 那一陣子他網路聲量 其實還比韓國瑜還高 所以這是蔡英文對他來講 目前最佳解 最好的策略 沒關係 就算他壓不掉韓國瑜的話 也無所謂 為什麼 韓國瑜就出來選好了 因為韓國瑜出來選 你要知道 其實韓國瑜出來選 對國民黨來講不見得是好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第一個 韓國瑜在黨內其實是個狗角 尤其他出來 他如果出來的話 他會把這四個太陽全部得罪 但這四個太陽 即使表現上不得不幫他 實際上韓國瑜在黨內 沒有什麼人會幫他 你不要忘記 他當初其實是被流放到高雄去 他不是真的 真的國民黨對他寄予後 哇啦哇去高雄選的 對 所以第一個 你讓一個狗叫出來 就算真的被韓國瑜選到總統 國民黨未來 韓國瑜要執政也是困難重重 再來韓國瑜如果真的出來的話 高雄就被民進黨撿回來了 對不對 因為很簡單 現在當然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韓國瑜出來選總統之後 李嘉芬來補選市長 我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有點過頭 乾脆那個 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李嘉芬當副總統 韓兵當行政院長 這樣剛剛好 就加選不出 我覺得這個 這個當然是隨便說說 這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對民進黨來講 現在假設韓國瑜 真的去當總統之後 說真的 我馬上推 如果我是民進黨 我馬上推陳其邁出來 選高雄市長補選 而且我覺得他大概 百分之百會當選 因為之前陳其邁就是落選之後 他表現 其實人家都說他暖暖 然後說他表現得都不錯 這時候如果 韓國瑜如果放棄高雄市長 去選總統的話 其實高雄市民心頭多少 還是會有點遺憾 這時候會轉嫁去給陳其邁這邊 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我就算丟了總統 我至少拿回我的根據地高雄 對他來講還是有賺 對他來講還是有賺 所以對蔡英文來說 現在我反正 反正就已經是一個爛攤子 就已經事已至此 我最多也就只能這樣做 所以如果我是蔡英文 老實講 我也只會選擇一件事 就是抓住韓國瑜食材爛打 然後最好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再放一點風針出來 讓我再緊到牆 這是他目前想要選 2020的唯一方式 所以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不管怎麼打這個牌 目前我們看起來 在首相的牌 好像蔡英文的略輸一點點 可是照剛剛兵哥的講法 這牌他怎麼打好像都會贏 我看他應該 我比較贊成潘兵的想法 其實股票有一個東西叫對坐 對坐的時候會越坐越高 其實他現在我覺得 他就是跟韓國瑜在對坐 因為他知道當今 所有網路聲量最高的 就是韓國瑜 現在蔡英文所有的動作 全部都在衝他自己的聲量 包括元旦文告去嗆習近平 然後九二公司我不要 那個也是在全部的 那時候最高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他所有的動作都是為了要 2020的著想 所以他現在所有人 只要他認為 有可能跟他平起平坐的 他就去跟他對抗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這樣來的 誰能夠對他有影響力的 他就跟他 不然你想 他為什麼不跟四個太陽對抗 他為什麼不去酸 吳敦義呢 他為什麼不去酸 朱立倫呢 因為這些人對他來講 目前沒有任何威脅性 最大的威脅性就是韓國瑜 所以我剛剛講的 就像我本來要告王位 我後來沒告人家說 我是個卡一樣的道理 這就是被蔡英文點上了這些人 就是未來最有可能變雍正的人 不過我剛剛講的那個雍正 我覺得 柯文哲理我想太多了 你確定要當雍正嗎 一百三十幾年 他黃位是最短的 他不是在十幾年這樣就掛了嗎 而且聽說13年 沒有 至少他比補儀要長 真的好話 你真的要這樣玩 你自己的網路聲量嗎 而且雍正好像是病死的 我記得好像 他莫名其妙死掉 莫名其妙不知道如何而死 傳說是被李四良幹掉 過年說好話 到我們這邊了 對不起 但是我覺得 我對他的形容我覺得不 我倒是希望 所有人應該要像誰 像貞官看齊 我覺得唐太宗才是真的 我最欣賞的人 這些雍正 什麼趙邝映 剛剛俗偉講的黃袍佳生 這些故事我都沒興趣 我看不到檯面上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真的是想把台灣 做出一個盛世的 我看不到 只有一個人 韓國瑜 我真的還想 我跟你講 當然很多觀眾會說 貴台都一直在捧韓國瑜 我講真的 當今所有的政治人物 除了他以外 哪一個讓你看起來有感覺的 光剛剛韓國瑜 發紅包那個動作 還有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他跟紹婷 哪一個政治人物會做這個動作 你有看到 很親近 你想想看 蔡英文會給陳其邁這樣嗎 你想想看 吳敦義會給朱立倫這樣嗎 不舒服 不舒服 不是做不做的問題 是不舒服的問題 就是你看他所有的動作 都是為老百姓 或者很貼心的在做 你看發紅包 他蹲下來幾次了 他就是跟老百姓真的在 他那個笑容又暖 他真的想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他真的想要當唐太宗 可是當今所有人 包括柯文哲 跑到罵攤販 跑去攤販那邊賺網路聲量 你過蔡英文 酸人家把人家全部開宇宙炮 哪一個講一句話 做一個動作是為老百姓 沒有 一個都沒有 我真的希望用政 什麼趙匡議你們退位吧 我想選一個 真的想要做唐太宗的人 唐太宗盛世了 但是就是尤其他們兩個 如果是這樣子 互相拉抬的話 他的蔡英文的計謀 是不是有可能說 如果到最後 韓國瑜也出來選的話 剛剛賓哥也講了 是不是有可能奪回高雄 問一下淑慧姐 你怎麼看蔡英文的 這樣子一個陰謀 被政壇很大了解 我想蔡英文最近會選擇 不斷的去打韓國瑜 主要是第一個支持者的考量 因為藍綠支持者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比較壁壘分明 可是民進黨支持者跟柯文哲 有高度的重疊性 所以民進黨一直以來 都不敢太過對柯文哲下重手 看蔡英文就知道 從一開始的友柯 跑到北門去跟他在那邊陪校 到最後現在是畢柯 就好嘛 我不能罵你 那我都不要提你好了 最好讓大家也忘了你 可是大家又忘不了柯文哲怎麼辦 我只好去弄一個更紅的明星出來 把柯文哲給壓制了 這個就是韓國瑜 這個人權就是韓國瑜 因為蔡英文打韓國瑜是完全賺的 他可以打給他的支持者看 打給綠營的支持者看說 你看國民黨最紅的韓國瑜 我現在每天罵他 我以總統之尊我來罵他 罵給自己的支持者看 反正對民進黨來說 對蔡英文來說 藍綠的支持者 本來就不是他的支持者 所以他現在是 第一個 避免自己跟柯文哲的支持者 重疊性不舒服 所以他不敢罵柯 可是他要怎麼樣壓制柯 找一個比柯更紅的韓國瑜 當然他不會去捧韓國瑜 罵也是一種方式 因為罵自己也可以上新聞 韓國瑜講話了 回應了 蔡英文又 我又賺到一則新聞 對 所以他當然就是 他覺得他這叫穩賺不賠 第二個策略考量就是 因為他民進黨大概在賭 韓國瑜是不會出來選總統 只是民進黨的賭 他覺得說韓國瑜 不會出來選總統 好啦 那我把韓國瑜捧得越紅 讓國民黨其他的太陽 暗淡無光的情形之下 反正最紅的這個最後又不出來選 我有什麼好虧本的 可是我要奉勸蔡英文跟民進黨 小心偷雞不著18米 韓國瑜這兩個月來說的言行 都只在談高雄市政 可是當你蔡英文 不斷的打他的時候 韓國瑜就開始被逼著要去回應 兩岸政策大家的想法 對台灣的大家的想法的時候 大家會慢慢去注意到說 韓國瑜對於台灣 對於整體的國家的方向 跟他的論述 大家說不定就覺得說 我覺得你在高雄太可惜了 我覺得台灣不能再等了 人民也不能再等了 柯文哲都已經在倒壘了 我們有什麼 沒有理教沒有傷害 對 我們怎麼可以要求韓國瑜說 你就站在壘包上不能動呢 柯文哲已經在倒壘了 同樣是11月24當選的 為什麼柯文哲可以準備選總統 為什麼韓國瑜你要求他說 你要先做完四年 為什麼柯文哲不用做完四年呢 他也選了這次的台北市長 所以我覺得同一個標準 台灣不能等 只要明星願意 我覺得這是韓國瑜的責任 而不是他的選擇權利 一句話講出來各方解讀 然後在政界上面 大家也開始有了一些 陰謀論的算計 想法 廣告回來繼續說 好 回到現場了 我們剛剛講說 民進黨現在怎麼看 在做什麼事情 想的都是2020 是啊 尤其可能的競爭對手 但大家也關心說 國民黨到底要推什麼樣的人 最近這些太陽們 也有一些動作 這是誰 吳敦毅說 參選總統我已經準備了30幾年 也算是正式的表態 他還說全民調 是在剝奪繳黨費的黨員 要拋所謂的全黨員來投票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太陽 這是誰 朱立倫 他2月14號訪美 參訪了矽谷等等的地方 但是比較尷尬的是這個 沒有記者隨行 新聞量好像也滿少的 對啊 因為第一個 昨天 你知道昨天我們在上 另外一個節目的時候 大家在問說 朱立倫出去沒 結果在場的來賓 沒有半個人知道 你怎麼沒有關心人家 對 我覺得真的 我對朱立倫 身為專業的政治評論員 這個要知道 對 這個我自己要深切檢討 一定要盯著他 但是 但是大家有沒有記得一件事 他是國民黨目前台面上 最強的總統候選人 是啊 結果結果沒有人要理他 這是什麼現象 因為我們還有台面下的 對啊 講得好大聲 才會被歸切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但是我必須說 這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怎麼會變成被邊緣化到 這種地步 其實滿難過的 反正你看 現在我們說 國民黨是四個太陽 可是實際上 你不覺得這四個太陽 是努力要把頭探出來 讓大家看到 我是太陽 我是太陽 那實際上有另外一個後翼 在那邊 你頭伸出來就把你射掉 就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變成一個 很詭異的一個狀況 那吳敦一直講說 他自己準備了很久 老實說國民黨內部 要用黨員投票還是民調 我覺得那是國民黨自己的事 我不在乎 但是問題是 你們做一個政黨 拿到的政權 是你們最應該做的責任吧 那誰能夠拿到政權 才是你們應該推出來的人 而不是哪一個制度的問題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